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在全台灣 這個縣市首長滿意度最高的侯友宜市長 來跟我們好好談談 新北市在這次的防疫當中 那麼如何用科技的力量來 讓這個防疫的發展能夠更加落實更有效 謝謝社長 過往因為我們也曾經處理過SARS的經驗 所以在防疫開始的時候 我一直提醒我們的同仁 不要忘了一定先把防疫物資要準備好 你只有防疫物資準備好 你才能夠做好超級部署的所有的行動方案 所以我在過年之前 我就要求我們在醫療招呼體系 所有的資源以及我們防疫物資上面的口罩 包括體溫劑 那這些其實我們都可以用盤點的方式 用智能的科技的大數據裡去做分析 光一個口罩 那時候我們就盤點 不是新北市不夠 前台灣都不夠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要求中央說 你要採口罩實名字 一時的不方便 但你可以打長眼的戰 更最後你的策略方向要擺在哪裡 那時候我的策略很清楚只有兩句話 阻結於境外 管控再境內 你境外 一定要大力擋住 那境內你的管控 疫調要做清楚 所有的狀況要嚴格管理 所以 可以開始用這樣一個目標方向以外 那在這裡面難免 因為在疫調過程當中 還是有零星的社區感染出現 所以你就要開始做好一些 未來社區感染的時候 在一個社區裡面 你大規模感染的時候 你如何在有性的資源裡面 讓社區的感染降到最低 所以你要開始透過不斷的演練 那你演練 其實要結合我們的科技 你為什麼演練要結合科技 因為我們的整個勤務部署 它都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說我們這次 我們確診的病患有幾個 幾個要移出去你的病床多少 那都要一個很清楚的科技指揮中心 來做好應變 所以那時候我就特別請消音局 跟衛生局 成立一個叫前災型的指揮 指揮捷測系統 所以我們要結合我們 原有的指揮系統 就把防疫也把它納進來 那你防疫要透過整個社區裡面 隨時監控系統 然後隨時確認個案 移動的狀況 要把它掌握得很精準 然後在指揮系統裡面 來做好實際的一個演練 甚至包括未來萬里社區感染 變成多個社區感染的時候 如果做好超前不實的整個城市 有限度的限制民眾的這些生活的方式 也可以讓他們防疫能夠做到位 所以其實都是要靠我們的前災型的 智慧的指揮捷測系統來做這個判斷 那我從12月1號開始 我也是嚴育所有要到關聯印代層 就要戴上口罩 很抱歉 這是一個規定 前面要配合 你要享受快樂 一定要先確保王毅 所以其實我們都用科技來做監控 比如說手機的量 進到量有多少 我們就知道人數有多少 該管制的 停車位的整個數位化 再加上我們的錄影監控系統 所以每一次我都是 假日的時候我就會去看我們的交通監控中心 以及我們警察局 包括我們的交通局 大家聯合的指揮運作的系統 所以目前我們的防疫 除了我剛剛講那幾個原則以外 最重要流量的監控 現在防疫新生活當中 這個一直都存在了 在醫療照護上 甚至遠距離醫療可能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市長在這個上頭 我聽說發了很大的用心 新北市有13個邊鄉 整個醫療照護的體系上 他們是不足的 所以如何讓衛生手 變成智能的衛生醫療體系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責任 所以我特別把科技帶進來 把我們的線上視訊看診 線上支付 還有宅配藥品 整個跟我們的智能衛生所前入配合 我們衛生所有醫療體系的醫生註點 那註點 你只要他來看病 後事 尤其老人家 他沒有辦法下來的話 我們都會派我們的醫療護工 醫生上去跟他看 看以後 慢性處方簽 就用視訊來看 那我們還可以請我們的志工來陪伴 你從視訊的眼端 可以把所有的資訊當落下來 還可以跟後端聯合看診 所以我們現在智能衛生所 目前在新北市來講 我們到111年 13個智能衛生所全部要成立 現在已經成立了6個 111年要整個把它成立起來 所以用這個方式來照顧我們邊鄉的長輩 所以其實新北市我歡迎大家 要身體健康就到我們新北走一走 這個如果站在市民的角度 新北市民非常福氣 選了一個非常好的市長來帶領大家 謝謝大家的鼓勵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新北市好 然後北台灣好 台灣會更好 謝謝市長 謝謝謝謝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告一段 感謝大家的觀賞